欢迎老魏 要去读研是吧 对 考上了吗 没有 没有 这就说什么 对未来不可知的事较劲 现在正在准备考研 准备考 万一考不上呢 考不上也打算去南方工作 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呗 不是这个工作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那边父母努了很大的力 自己也通过了很长的努力 得来的工作 感觉来之不易了 然后他打算让我 跟他一块去南方的城市 但是我去了什么机遇也没有 就是自己不知道干什么 你要去哪儿啊 我想去浙江 就不能不去吗 为他 不行 我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规划 所以我想去 那就分了呗 不能分 我想要跟着我 我感觉也没那么严重 也没到非母分这个角度来 那你们以后怎么办啊 一个在南方 一个在北方 异地恋 是吧 我不想异地恋 我本来觉得异地恋没什么的 但是他就最近 都总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情 比如说 他最近老是看那个女生直播 直播 直播呗 怎么了呢 不是 主要是我们认识之前 他让我帮忙追那个女生 就是他以前的梦中情人是吧 对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 感情好吗 挺好的 挺好就挺好 让他看去呗 就后来他就越来越不靠谱了 就是那个主播他就在济南 和我们是同城 然后也是一名学生 然后他之前他的那个头像 微信头像 QO头像 全部都用他当头像 你明白他一个男的 他用女生当头像 我们谈恋爱之后 他还用 怎么你们俩好上了呢 你不是帮人追的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后来 可能就产生感情了吧 就是他整天找我聊天 就为各种烦恼的事 就整天找我 就他跟你聊那个女生 对 他就说他追不上 然后把你给聊上了 哎呀 这个事你看看 怎么就聊上了呢 就是因为聊天聊时间太长了嘛 聊了好几个月 就慢慢地就产生感情了 他可能也觉得就是 对那个梦中情人也觉得不大现实 毕竟是女神嘛 就放弃了 放弃不就没事了吗 你们俩就好了吗 好了之后 但是他又用 就前段时间 我们又去苏州去旅游不是吗 然后我就发现 他那个手机壁纸 就用的女生 我当时就生气了 你说咱俩谈恋爱之前 你说你用就用了 那谈恋爱之后你不用我了 你用他的 我就接触不了 当时我就翻脸了 直接就走了嘛 他用个其他女生的行吗 如果是明星的话 我觉得可以接受 明星可以接受 但是那个女生不行是吧 不行 因为那女生可以接触到 是 听明白了 然后呢 我当时生气了 生气之后 他后来也是听朋友说 他给换过来了 换过这个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后来之后 我有跟他QO上聊天嘛 他又发一张截图 他聊天记录 背景墙还是那个女的 因为我都跟他说了几次 他还用 然后我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对你想什么呢 可能当时因为看直播这个事儿 那个女生反正性格挺好的 就是大咧咧咧的 比较中性的那种感觉 挺搞笑的那种 就和看电视剧追舞相 那种感觉似的 根本没想就是发现什么 但是我之前我告诉你了 我很介意 我说了之前就不行 去搜索搜 我当时就生气了 很生气你感觉不到吗 但是你生气你没告诉我 当然你是 但后来朋友告诉你了呀 你生气你莫名其妙 你什么都不说 到最后 但是你知道 你告诉你的闺蜜 然后你闺蜜通过我朋友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了 说了以后你改了吗 改了 他没改啊 他那个归信还是用的女生 但是我感觉这没什么 就是感觉 你现在改了吗 现在改了 你就行了吗改了 没有 他现在手机里还有 我前两天刚看见的一堆 全是他的照片 没有我的都 你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长得也不丑吧 他长得丑吗 他问你 不丑啊 那你干嘛 都用别的女生 我感觉没什么事 感觉就是 如果这有事的话 如果是那种喜欢的话 我肯定不会放他照片 让你看一眼 我都生了几次气了 我都生了好多次气了 但你还是依然就保证 他照片干嘛 你是不是对他 还练练不忘 你是不是想了以后 咱正好一天啊 接着追他去 没想要追他 是你自己在那想 没想过这个 这么一追 行行行 你平常能见到这主播吗 没见过 他有他QO号呀 他就经常用QO联系他 最过分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当时我们好了之后 我俩一起打游戏 他突然来了一句 说那个女生在线了 说要不要邀请他一起啊 说的 咱三人一起 你说让人生气吗 对 对